菩萨会不会映化在世间 会 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 身份也普露 马上就走 真的 那不是假的 身份普露还没走 妖言获重啊 这假的不是真的 阴光大师当年在世 有人说他是 大师之菩萨在来的 他老人家极口否认 严重警告 那是一个小孩 不幸福 初中学生 梦中梦到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告诉他 大师之菩萨最近在宁治讲经 叫他去听 大师这是哪一个 阴光法师 所以全家人 那时候欢欢喜喜去见阴光法师 把梦中被阴光法师筹卖的 以后你再说 不准你进门 再不敢说 到阴光法师原集了 他写了一篇文字 这篇文字在阴光法师永世录里头 真的不是假的 真的不是假的 观音菩萨告诉他 阴光法师 是杜斯 这是个传奇人物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的俗家情形 没有人知道 只看到有这么一个货商 常常在外面画园 拿一个大口袋 别人供养呢 他也不分 也不看 由供养往口袋里丢 背着就走 所以人家叫他布袋和尚 他发明没人知道 布袋和尚 往生的时候 告诉大家 他是弥勒菩萨在来的 说了人家就走了 真走了 所以中国人 说弥勒菩萨像 都说他的像 说布袋和尚像 他真热奔死 天台山过青寺 你看寒山是得风干 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寒山是的是文乎和尚 身份被车穿了 走了 寒山是走到山上 别人很多人看他 向他礼拜 那个山就裂开了 他走进去 山又和起来了 这也看不到 风干和尚是阿弥陀佛 身份 破路之后 就无影无踪了 不知道到哪去了 古人有这个例子 取信于后世 硬化身 真正是常有 千百亿化身 一尊佛 一尊菩萨 无数的化身 所以你见到他 所以你见到他 要像大神教 不能认为他有 也不能认为他无 你的心永远保持清净 你的心永远保持恭敬 就对了 为什么呢 佛说的好啊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们怎样 恭敬阿弥陀佛 怎样恭敬 观音菩萨 你就用同样的恭敬性 恭敬一切众生 为什么 他们都是嘛 你是再来人 哪个不是再来人啊 你佛过灵来是再来人 那墨鬼道出来也是再来人啊 是人人都是再来人 有什么机器啊 从哪一道再来的 现在真正关键重要的 是我们不设真面 就是你二六十中啊 你的佛号不间断 就不设了 佛号一断了 叫设念 真念设掉了 大师之父他教给我 敬念相继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都设六根 就是我们把叛原心收回来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梵文文自信 心诚无上道 敬念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这近 相继是不间断 永远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所以什么样的佛菩萨境界现象 都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是相经济 好经济 你的心没有被他转动 这好经济 如果你要作为 我看到 你看我这个功夫好像好啊 你们都不如我了 我见到佛了 你们修行还没见到啊 这自以为了不起 你上当了 已经被魔转了